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就是先講一下這個 這個我問的 一個就是有關我們在討論這個 這個 如果我這個Service的時候 你有想要知道他們有哪些Case嗎? 然後我們在討論說 第二個Case的時候 我有說如果是Service不等於0的時候 不等於0的時候 不等於0的時候 我們有考慮到說另外一個Case 如果說它是這個Beta 我忘記A還是B 不等於0 就是有一個Case 這個Case的時候 然後有談到說因為這個Beta 當然就是它會跟 它就是等於0 好 還是 那 所以你知道它 這是因為在這個電子上 但是我們也知道它已經是Devailable Service 所以我知道說這個Beta Case W 是等於0的 好 那這個呢 可以變成如果我把它換O的 就是換一下順序的話 這個會變成BetaCase W 然後負的W 因為你換一次就會改變一個符號 就像你的這個行列式 你換一次改變一個符號 我把這兩個換一下 這兩個換一下 這兩個換一下的意思就是指什麼呢? 就是指說BetaCase W呢? Pram呢? 和他 跟 W the inner product 等於0 好 所以你就看一下 我們現在有這個relation 第一個relation 第二個relation 好 那另外一個還有是 W的none等於1 所以 W 跟W Pram會等於0 好 現在有三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關係式 這個是代表他如果跟他 就是代表他跟他是Pram particular 好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W要落在哪裡? 落在這個Pram裡面 他要跟他這個 所以他一定要落在這個Pram上面 就是他W一定是在這個一個Pram 就是在擺這個他們兩個就是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從這裡的一個relation 就是他跟他是Pram particular 然後這裡又在哪裡 然後我們又知道他跟他有垂直的話 所以我們就知道W一定 因為他又跟他垂直 本來他是在這個Pram上面 他可能會跟任何人有關係 可是因為他又跟他垂直 所以他一定是要care on your beta cloud 好 所以這是上一次有同學問說 為什麼會這麼快推出來 因為那時候我是寫這一個 這一個 那因為我這一個是已經已知了 所以我想我沒有提 可是我想就是今天還是提一下 每個如果你想不清楚 你今天把這個 我記得這一項寫下來 因為這一項是本來就從這裡來的 好 就是這個部分 好 可以嗎? 聽錯嗎? 因為老師上次是提說 這個可以看出來 那有同學就覺得他沒有辦法那麼快看 那 我說你因為你忘記他是developable service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看 好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的norm是1嘛 所以如果你去對他做微翻的話 就是平方的話 你對他做微翻的話 他會很明明 來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 我留下再對他做一次 就是再對他做一次微翻 那就會變成他加上這個 我應該沒有寫穿好貝 我就是對他做再做一次微翻 好 然後 好貝那麼苦 我要說這個會等於0 然後 所以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的微翻是什麼? 因為我們上次要說的是這個 好 這個是n from n from的微翻 好 那這個就會變成是n的double crown 就是n的微翻 當然你可以說是兩倍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說 這個為什麼等於0 這個是就是有同學有疑問 好 我們看一下如果他等於他的話 他跟他微翻 那意思就是這個是屬於normal的 然後這邊是屬於cangent 好 那當我們這個norm的時候 他這個就是應該他 因為微翻來說他是跟cangent 沒問題他就屬於cangent 好 那你看呢 如果我們對他做微翻 你對他做維次 當然你會乘以兩倍好 就是我們就把它成立 那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還是這個就跟cangent有關係 這邊跟no more關係 所以一定沒贏 好 只是回答了 上次有兩個問題是同學有問題的 好 那大家可以嗎 好 好 那就是有關上一次在這個case下面 如果他非常不等於0 為什麼我可以從1、2很快得到這個 事實上是因為1、2之外 我們知道是developable service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知道 另外這個 我一般的部分也是這樣子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新的主題 那要進入新的主題的時候 我想還是 你還記得我們developable service 有哪些事情嗎 你記得嗎 就是他可能 有可能會是cangent 有可能是cangent cangent cangent 就是這個 什麼情況 你記得嗎 是這個等於0的情況 好 cangent 然後還有一個是 tangent service 然後這一些的高速課 全部是等於0 那也就是說 我們tangent service 在上一堂課呢 提到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moner transition 然後rt 加上v 我們三次有特別提到這個 就是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三次談到說 這個 它是developable service 它是屬於什麼 是屬於所有的這個 我們along它的tangent 好 出來的這個curve 出來的這個tangent service 那我們那時候有講說 如果它是developable service的話 就是它是可延展型的 裡面的話 我們說什麼 就是都可以嗎 我們有講一個 因為第一個 你這一個 我們當然寫成這樣 provertization 這個 這個s一定要是regular 可以 好 好 那這個regular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我們需要這個alpha的 它的 它的什麼不能等於0 它的normal coverage不能等於0 所以它的normal coverage不能等於0 好 那不完的話 就是有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tangent說 你去check這個事情 就是alpha prime w prime 這個等於0 也就是你去check的是 它是developable service 那最後呢 我其實有一個小小home walker 沒有說就是 因為你已經check了說 它剛剛寫成這樣之後 有特別講說 這個是一個 不是asymptotic direction 所以就是滿足這個條件 然後我們 去check這樣的parmertization 就是regular 然後這個性質 那 你自己回家可以 check這個事情 可以有沒有等於0 在這個regular balance 那當然你也可以跟我說 我已經check它是developable的 所以當然是 因為我們從定理裡面知道它是 但是我是說 如果你覺得你也想練習 自己要練習一下 做一次高式converture的話 那我覺得滿建議 你可以自己做一次 好 我已經說了這個事情 是可以strength forward去做的 或者是當然你就說 因為它是developable service 我們在developable service已經認證出來 它的高式converture 就會在它的regual service上面 regual point上面 好 可以嗎 好 這大概就是上一次的一個結論 然後談刀說 你想不想check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那個 這個minimal service 從字面上來講就是這小曲面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說這個definition 好 這個definition是這樣說的 他說有一個regual surface 在r3上面 如果它是minimal的話 那是代表它的每一個each comvertization 它的mean curvature 是等於0分 那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說呢 這個只要它是一個service 這個service 它每一個點 好 有一個點 還有一個neighborhood v在這裡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pormatization 是v 好 這個是在r2裡面 然後你經過這個s呢 這個pormatization 你馬上過來 我們就說 每一個就是每一個pormatization 這樣的這個under這樣的pormatization 那我們去算它的mean curvature 它會等於0 那我們就算回說 它就是一個minimal 好 那我們就想說 當以前我們這樣 用這個pormatization呢 做的時候 我們有用過幾個部分 一個如果我們用gauss map的話 我們如果考慮gauss map的話 就是代表說 我如果考慮gauss map 是指你把這個這樣 我們把這個surface的 我們把它印到sphere 就說如果你是這樣的 好 那你考慮這樣的部分的時候 你再去考慮它的difential 所以那時候 我們的mean curvature 我們是得出來 是由它的兩個principal curvature的相解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mean curvature 所以是等於1 好 好 那如果說你是用這個pormatization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找出 它的first form and form 跟second form and form 好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時候的h是等於 我們first form and form 的這個 然後這裡是1g 然後減到兩分的 加上這個1g 還有一個二分之一 好 那也就是這個等於0 那當然就是指這個分子 好 那也另外有些說法 就是說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個 regural formalization的一個curve的話 那它如果是它的minimum 就是它每一個它的這個一定 它的每一個pormatization都是等於 就是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怎麼樣來解釋這個minimum 好就是一minimum對你來說是什麼 就是最小的面積 好就是最小的表面積 好 等於意思 從這個字面上來看 所以我們就是講說 如果你是講這個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這個pormatization of這個minimum 好 那我們說 我剛剛說了其實它是在 談論它的這個表面積 是最小的 那我們可以recore一下 以前就是在上學期2-5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學會了這個pormatization 然後呢 那時候就可以做這個area 他當時做area 大家也還記得怎麼看這個area呢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想說 如果這裡有一個region是r 經過我們的pormatization 過來在這裡 好 我們這裡就是有一個 它的image sr 然後我們要算它的這個area 這個r呢 我們知道就是這個 從這個過來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hersporn herspornhome的部分 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想要看說 我們mini-one-service 為什麼會是 為什麼是這個min coverage的分別呢 好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們兩個min coverage的部分 一個是如果你用這個herspornhome me-secondhome 寫出來的樣子在這裡 好 那這裡可能你會更清楚看一下說 這個如果這個是min curvature 好 那如果k1等於-k2 那他會等於1吧 對不對 如果他這個等於1 就是代表k1等於-k2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你的principal curvature balance 一個是好像說 比如說我這裡是拉正1 那另外一個就是負1的意思 by balance這樣 好 那所以我們就可能會想到看說 這樣的意思是在講說是 有沒有什麼樣的形狀可以表示 那當然你可能有沒有想到 可能會你曾看到有人講這個吹泡荷的事情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談論這就是 可是我們現在想要談的是說 他minimum 因為我要先把minimality的這個解釋一下 其實他在講這個表面積小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表面積怎麼樣的小法 怎麼樣來表示 那我們看如果現在這個就是我的 這個就是我的surface 好 那如果我要去了解這個表面積呢 如果我只是讓他 我只是讓他就是沿著這個tangential的方向 你會發現說如果我只是tangential的方向 其實比如說我左右以這個tangential的方向的話 他表面積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如果我讓他剩下就是他的normal function 那也就是說 我就讓他有這樣的行為 我先把它畫出來 就是說 可是我現在畫真的是一個圖形 好 但是他其實上面不一定是你看的那樣子 他上面可能是還是有這個 所以我現在就以他的 你可以看到我沾畫的時候 我沾畫的時候 就是以剛剛白色的這個為基礎 然後我沿著NOVA的方向 然後我沿著NOVA的方向 好就是 所以這一邊是 我讓他畫好一點 就是讓他在這裡好 讓你比較好看 就讓他在這裡 大概是這樣 那也就是這一個地方 這個是我的 有一個h乘上n 這個方向是指 n是這個normal n是這個normal的方向 然後我要讓這個 因為我說我要看他的表面積是不是最小的 我要來解釋什麼是這個minimum的意思 所以我現在就看一下說 如果我現在讓他往下一點點 再沿著NOVA方向往下一點點 好那就是原來的我的那一塊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看起來 也是因為我把它放大了 就是本來因為這一點點 所以我這一邊呢 就是屬於這個負的t的hn 就是往下面一點點 然後紅色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這個呢 我就讓它是t的hn 好 t的hn 好 就是讓他 好 那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是每一個在他的方向的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都 就是在白色的這一塊 他的每一個點都有上下浮動的意思 我想要看一下這樣的表面積 我去考慮的這樣的小小的浮動 有什麼樣可以知道 我們要去描述這個minimum的意思 只是想說這個 好 那這次是我的圖形湯 那所以現在我要把這個 這樣的行為描述 這樣的行為描述出來 用函數描述出來說我怎麼樣來考慮 這個事情 就是本來我們是白色的這個surface 然後我往上挪一點點 然後往下挪一點點 我想去看這個 是不是這個 就是怎麼樣去考慮這個表面積是minimum 好 然後 好 所以我現在就看一下 那我知道這個已經是我的regular surface 白色是我的regular surface 所以我就知道 本身就會有departmentization 所以我就寫 如果我令這個 s呢 是從u 然後到這個x呢 是一個partmentization 就如剛剛那邊寫的 這樣子 你這樣有個點 你就在他附近可以有partmentization of x 然後我有一個subset叫做d呢 d是在這個u裡面 所以我就是說 比如說我有一個d 這就是我的u 然後d在這個u裡面 好 然後呢 這個d bar呢 就是稱為他有bounder 所以就是closure 好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closure of the d 好 好 我考慮剛剛我們說這個h是什麼意思 h如果說你就把它算成說是好像一個量 往上往下 可是他會有個作用 所以我要告訴你h其實是什麼呢 這時候的h呢 他是從這個d bar 從這個d bar到這個r的一個mapping 好 而且這個mapping呢 他是smooth的 所以他是differential的 他是differential的 好 然後我們要利用這樣的函數 當然就是說希望這有一個h是這樣子 往這樣move 好 那我要考慮的是 就是要把這個現象剛剛說的 利用這樣的一個沿著normal方向的 一個往上往下的一個movement 那我要把它寫下來 就是說稱為這樣的 因為我是沿著normal方向 所以這樣的一個變化量 我們就叫做normal variation 就是把向量的變化 變分 normal variation 我們稱為這個s bar 是determin 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是有乘上一個t的一個方向 所以determin by這個h 好 然後他是一個map 他是一個map 他是什麼樣的map呢 他當然是一定會跟我們 polarization 就是x的關係 好 那因為他現在又是跟我們h的函數 往上往下 所以這個normal variation 就會跟h跟x的關係 我們把它寫下來說 這樣的mapping就是這個 fine是從一半 從-ipson到3 好 所以就是說這個variation是一個map 就是這個bi 好 那他是什麼定呢 他是定 d是u 因為d是在大u裡面 所以是uv的 然後這個t是接在-ipson和ipson之間 然後他把它送過來就是x的uv 好 就是我們原來的formalization 然後再加上就是原來你知道那個image 然後你再往上往下 所以你需要變成t的h的uv 那因為h的domain是在b bar 所以是uv沒有錯 好 然後再跟他的normal的方向 所以這個看起來呢 也許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有一點醜 可是呢 如果你寫仔細一點看呢 會跟我們上禮拜交的 好像有一點點 看起來會比較還蠻舒服的 你可以看看我們如果這樣的一個normal variation 如果這時候 你可以看 如果你的h等於1 那各位就可以看一下 如果h等於1的話 那其實這蠻像原來的 你說你是不是有一個curve 然後裡面的這個方向動 因為這個等於1 有像嗎 好 所以就是說如果h等於1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 他move的方向就是只有這個normal方向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是moving 當然也是有沿著這個 這個normal方向的correlation 來就是你等於1 所以你看他就是原來的hormacization 他move的動作就是只是沿著這個 好 那如果他不等於1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他move的話 當然也是有沿著這個 這個normal方向 但是他會乘上這個h的變化量 就是h的變化量 所以你可以看他是move it by h to normal direction 好 那我們一般就會講說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個move呢 這樣的move他當然是原則n的方向 但是他也是他的normal variation呢 其實是given by這個h 就是h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得到了這樣的一個normal variation 我再說一次我們為什麼要考慮normal的部分 就是指說如果我現在要看這個surface的面積變化量 如果我只是左右動 實際上你知道只是穿實的沒有 他的表面積沒有改變 但是當我這樣上下動 他表面積才會動 就是才會有一點改變 所以因為我要去看 我要告訴人家的時候是mine-mah 所以我就要看上下動一動是不是mine-mah 好 我再說一次 如果是一個東西像這樣子 是想說我要去看他的表面積的話 我這樣動各位可以看到只是平移 他有沒有改變 沒有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這樣子上下動 其實他表面積是有改變的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點的上面 他都會有這個上下的一個好像厚度 在movement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看一下 如果本來我們這個面積是這樣算嗎 算出來是這樣 那我經過這個movement 就是我可能往上或往下 我move出來的這個星人在這裡 那我想去算說這個如果要去算他的area 那就代表我要去算這個函數的什麼 first form and form 來 我要去算他的first form and form 因為如果這一邊印過來 你要去看他的first form and form 會怎麼樣 好 那我要去做這個first form and form 的時候我就會去想說 那因為t是一個是往上 一個就是有一個minus 一個是正的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要先就是對每一個t在 負一種跟一種之間你都可以做 可是我一開始做的時候 我就先fix某一個t先左右看這樣子 OK 那你最後你知道你這個t 你要讓他怎麼樣 approach to 0 approach to 0 就回到我們的s了 所以我們就想看到說 我這樣上下動之後 那個area跟延展的area有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是不是真的最小的 我們再看公司 可以嗎 我們不要問一下 我們大家看公司 你可以去看公司 來怎麼看公司 其實我們這個